闺蜜男友想吃人体寿司 我一听 真奇葩又变态 忙让闺蜜拒绝 闺蜜拒绝后被男友无情甩掉 男友转头娶了别人 闺蜜却认为是我害她丢了爱情 在我饭里下了白草哭 有钱人玩的花点怎么了 是你毁了我加入豪门的机会 再睁眼 我回到了闺蜜询问我意见的那一天 许安然扭捏地看着我 晚晚 你说天歌这个要求 我能不能答应呢 茶餐厅内 许安然翘起小拇指 搅了搅面前的咖啡 耳间微微泛红 我的手附上小巧精致的咖啡杯 是烫的 是鲜活的 我 我重生了 见我捧着咖啡发呆 许安然排起手轻轻晃晃 她声音软弱 穿着一身小白裙 长发披肩 眉眼温柔 晚晚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彻骨的痛似乎还没散去 我下意识俯伤小腹 许安然关切地看向我 怎么了 肚子不舒服吗 眼前 许安然温柔关心我的模样 与前是她猙獰的面孔重叠 我心中生起一阵恶寒 没事 可能是姨妈快来了 哦 许安然轻舒了一口气 似乎这才放心下来 她抬眼看向我 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 人畜无害 上辈子 也是这样 我是个急脾气 又最胡短 许安然永远是一副 人畜无害小白花的模样 让我保护欲爆棚 每每她遇到什么不公的事 眉头一簇 眼泪一掉 我就火蹭一下上来 去为她出头 晚晚 刚才我和你说的是 你觉得呢 许安然继续发问 我心中却是一阵冷笑 姐把你当好姐妹 你哪姐当冤大头呢 我故作思考般清理了一口咖啡 蒋天是有钱人 有些新奇的点子倒是也得奇怪 而且 她现在也到了失婚年龄 有些事你可得抓紧 说完 我向许安然挑了挑眉 一副你懂的神情 许安然面上露出纠结的神情 可是 天歌的提议 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开放了 你知道的 我其实是个很保守的女孩子 许安然咬了咬下唇 要不是见识过上辈子 许安然癫狂那么一样 我还把她当涉事未深的小白花 三个孩子都打了 多么无辜的小生命 还在这桩害臊呢 反正要是你们结婚 也会走到坦诚相待的一步的 哎 算了 我就是不忍心 你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你上次的广告拍过之后 不是很久没有好的资源啊 我故作惋惜 许安然长相清纯 在娱乐圈有小育女的称号 她的大部分资源 都是蒋天给的 听我电视台同事说 蒋家最近拿下了一个高奢 许安然双手搓了搓 有钱人玩得起指示发 这么大的出手机会 你要是错过了 我是真的会觉得很可惜 许安然忙不连拿出手机 给蒋天打去了电话 傻子上钩 蒋天自然高兴 说了不少甜言蜜语 许安然脸颊飞红 挂了电话 还得是你晚晚 你从小就脑子比我活络 人缘也好 今晚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我们家和许安然家是邻居 许夫当年欠了赌债 家差点不要债得砸了 是我热心肠的爸 拿出钱让他不过难关 许夫写了欠条 这么多年 却以赚钱不意为由 只字不提 我爸又是个老好人 手不得破坏理理关系 就一直没提 想到这 看着许安然手中精致的LV包包 我点了点头 好啊 今晚就去你家吃 我和许安然进家门时 许夫忙热情迎接 待见我两手空空 他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 从前我心疼许安然 有个不幸的家庭 有个独鬼父亲 所以每次去他家 我都会照顾他的自尊心 大包小包地带东西 美其名约孝顺长辈 实则是悄悄帮扶他们一家 时间久了 便没人再记得我的好 只当一切是理所应当 来了呀 许夫不冷不淡地说了一句 我的拳头却是下意识地握紧 前世 我死后灵魂飘在半空中 看到了我父母 因我的骤然离世 哭得死心裂肺 他们死死抓住许安然的胳膊 安然 你和我们晚晚自小关系就是最好 他怎么会突然自杀 他最是坚强乐观了 阿姨不相信他是自杀 许安然一个劲地摇头 哭得我见有脸 阿姨 对不起 我不能说 父母只当是许安然知道我去世的内幕 忙追问 安然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晚晚是不是死得冤 许安然哭红了眼 我的调研会上 不少电视台同事也来了 见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许安然握住了我妈妈的手 他面露安晚 阿姨 我本来不想说的 但是我不想你一辈子都蒙在鼓里 晚晚给他的男朋友做人体寿司 还为了男朋友流产了三个孩子 没想到男朋友把他甩了 他恋爱脑上头就福度自尽了 听到这荒谬的话 我妈一屁股跌桌在地上 神 什么 什么是人体寿司 有年轻的同事拿出手机5G冲浪 看到相关科普之后 窃窃私语 想不到苏安晚玩得这么花呀 平日里一点都看不出来 他看起来很正派呀 三个孩子呢 苏安晚真狠的心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清晰灌到我爸妈的耳中 冲击着他们的三观 我妈不可置信地推开了许安然 你胡说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 她都死了 你为什么要泼她脏水 我爸气得一口气没上来 倒在了地上 周围乱作一团 许富却是一脸小人得志走过来 哎 没想到啊 你们女儿是这样的人 我女儿最乖巧的 从来不会说话 还好你女儿死了 不然我女儿和她走这么近 带坏我女儿怎么办 我挑在空中 无力嘶吼着 却无法阻止一点 晚晚啊 上次不是说 你爸那心得了两袋好茶叶 干嘛一袋给我 许富眯着小眼看向我 许安然忙担人场 爸 晚晚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许安然轻易握着我的手 她这次只是忘了 下次一定会带来的 是 这次我是忘了 我抽回手 冷冷地开口 不过 我给你带了别的 许富眼中露出贪婪的光 勾起头来看向我的包 带了什么 我从包中拿出欠条 一字一顿地说 叔叔 团钱吧 许富的脸抽了抽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欠你爸妈钱 你爸妈都没和我要 你一个晚辈 瞎掺和什么 许安然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角 晚晚 你怎么了呀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她声音软糯 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说出来 说着 许安然做事 要拿过我手上的欠条 这个欠条 我来保管吧 我确实淡淡一笑 直接收回了手 将欠条又妥贴收在包里 安然 你是我最好的姐妹 你不能再这么 遵恶许叔叔了 你这么喜欢讲天 我要帮助你 逃离原生家庭 你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握住许安然的手 许叔叔还钱之后 我把其中一半 给你做你的小金库 许安然长心冰冷 脸色涮白 看向许富 许富文言 恶狠狠地看向许安然 哼 父女俩在这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呢 这么多年来 一直把我当冤大头 提款机了 不推许安然一把 她又怎么会下定决心 去做人体收私呢 那我今天 就要让你们狗咬狗 许富不顾我在场 猛地越过我把许安然一把 拽在她面前 蒋天是谁 我养你这么大 不是让你随随便便 嫁个群鬼的 现在还联合外人 来敲你老子的竹杠 许安然吓得眼泪连连 我忙上前 同往常一样 将许安然护在身后 一副一份甜因的模样 蒋天可是蒋氏的独子 安然没有在外面胡搞 许富文言 脸上的表情缓和了几分 小眼眯起露出金光 蒋氏 A是房地产大亨 许安然连忙点头 我拍了拍许安然的肩膀 安然不要哭 你堂堂正正谈恋爱 轻轻白白做人 现在都21世纪了 婚姻自由 许叔叔没有权利干预你的爱情 许富此时便脸如翻书 哎哟 我最是看你一个人 安然从小没了妈 都是我一个人辛苦拉扯她 我最宝贝这个女儿了 她就是要天上的心情 我都恨不得摘给她 现在她找到自己的粮序 我又怎么会干预呢 小苏啊 欠你爸妈的钱 叔叔很快就会还的 你不要着急啊 安然 天色也不早了 爸爸做的菜不多 小苏也没带东西来 我们今天就不把小苏留下吃饭了 许安然巴巴地看向我 向我投来求助了眼神 我却只当没看到 故作欣慰地说道 安然 你现在找到了这么好的男朋友 许叔叔也接了补 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过 作为好姐妹 我真的很为你开心 今天我就不打扰你们父女俩 先回家了 许安然露出一副 笑比哭还难看的表情 目送着我离开 门砰的一声关上 老房子并不隔音 清脆的巴掌声 透过门缝传出来 你这个小贱人 我咬了你这么多年 你胳膊肘居然往外拐 翅膀硬了 想往外飞了是吗 你还没成年 就被老子完了 你就是烂货 我是你老子 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 你一辈子都不想摆脱我 那个蒋天 你赶紧去绑上他 许夫的怒骂声不断传来 冲击着我的耳膜 难怪 难怪我一直觉得 许安然和他父亲关系 总是隐隐透露奇怪 还未及我细想 便看到了买菜回家的妈妈 许夫此时许氏骂累了 声音小了许多 已经听不真切具体话语 妈妈有些担忧地 看向许家的大门 老许是不是又喝醉了 不会打安然吧 那姑娘真是可怜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我忙拉住妈妈 妈妈 这毕竟是人家家里的事 我们还是少插手不好 妈妈有些疑惑地看向我 你这小丫头 平时安然有点事 你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 怎么了 两人闹别扭了 我亲密地挽上妈妈的胳膊 妈妈身上淡淡的灶香味 让我十分安心 没有 妈妈 就是 我饿了吗 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了 我撒了撒娇 妈妈宠溺地笑了笑 好好好 大产丫头 妈先给你做饭 回到家时 爸爸正在客厅看报纸 见我和妈妈回来 他放下报纸 结果妈妈手里的菜 哎呀 大宝贝和小宝贝一起回来了 你们俩快去沙发上坐着歇着去 今天老爸下厨 看着爸妈的笑脸 琐碎日常中的平淡幸福 却是恍如隔世 我的眼眶微微湿润 爸爸妈妈都是大学教授 两个人相亲如比一辈子 向来是淡人和善 与灵理关系都很好 也是这个缘故 尽管家中有些储蓄 爸妈却从里想不搬家 这一事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爸爸和妈妈 我转身进了厨房 爸爸停下宅菜的手 怎么了婉婉 有什么事要和老爸说吗 我从包里掏出欠条 递给了爸爸 爸爸有些诧异 这不是老许的欠条 你拿这个做什么 我犹豫了一番还是开了口 这是我刚才参加里拿的 我去和许叔要钱了 爸爸有些不解的看向我 婉婉 你不是同安然关系最好了吗 而且老许他家一直不太容易 这么多年 一个人拉扯女儿 我心中却是没有波澜 许叔家过得不好 是因为他好赌 赌博的人不值得同情 也不值得可怜 我知道爸爸是热心肠的人 但是我们不应该去对付他人的苦难 爸爸轻叹了一口气 都是多少年的街坊邻居 我想着能帮就帮一些 我认真看向爸爸 爸爸 我们搬家吧 搬家 爸爸有些担忧地看向我 婉婉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你遇到事 一定要和爸爸妈妈说 我摇了摇头 没有 爸爸 你不要担心 就是现在的老房子 离我们上班的地方太远了 你和妈妈每天都要早早出门 而且这个房子毕竟年份久了 小区安保也不太到位 爸爸点了点头 你说的 确实也有道理 我这几年在电视台上班 手里也攒了一些钱 买房子的话 我也可以出一份力 爸爸宠溺地看向我 我的婉婉 真的是长大了 不过爸爸妈妈有钱 婉婉的钱 就自己留着花 爸爸妈妈顶你攒着小金库呢 以后你不管是想要结婚 还是想要一个人过 爸爸妈妈都会支持你 顶你最大的保障 现在住的地方 确实是离市区有些远 你在电视台又是上升期 买个近一点的房子也好 爸爸话音顿了顿 至于老许那个钱 你也不要催得太紧 他到底是你的长辈 我相信要是他赚到了 肯定是会还的 我不愿让爸爸担心 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 我听爸爸的 毒鬼的话 我怎么能信 他们父女俩这么多年一唱一鹤 把我们一家都当怨大头 是时候让他们自食恶果了 周一刚到公位上 隔壁桌同事 悠悠就一脸八卦地看向我 周末圈里抱了大瓜 你知道吗 我慢条思理地给电脑开机 哦 悠悠压低了声音 就那个 圈里新进小白花 就在这时 微信突然蹦出来许多消息 是雪安然发来的 晚晚 我完蛋了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默默将手机翻了个面 屏幕朝下 将最新一周的工作安排递给悠悠 圈里天天都有新闻 真真假假 信息的筛查 对我们的工作很重要 否则很容易惹上官司 悠悠抱着文件夹 思索了一番 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已经被雪安然三分钟前撤回了 只留下了 晚晚 果然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现在很幸福 我盯着屏幕开了半场 随手点开了雪安然的朋友圈 拍摄的最新款爱马仕包包 配色独特 有价无事 配文 百恩所遇见的一切 爱心爱心爱心 最前面的点赞 是蒋天 评论区全部都是一水的吹捧 天哪 这可是最新款 安然真大手笔 没看到谁点赞了吗 蒋少哀 我嗅到了瓜的味道 娱乐圈的钱果然好正 慕了慕了 许安然特地回复了提及蒋少的那条 请大家尊重个人隐私哦 许安然自诩 日后是要做大明星的人 再加上她工作 也同娱乐圈技术颇多 所以她便不许我向圈内人 透露我和她的关系 每期明月必闲 实际上 却是怕我蹭了 她这个未来大明星的热度 我把画面切回对话框 安然 希望你要一直幸福下去哦 对话框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 过了足足五分钟 许安然才回复 我会得晚晚 我一定会一直幸福下去的 许岛最新的年代剧 邀请我去做女三 这部剧大万云集 拍完这部剧 我的身价就要飞升了 看着许安然一出屏幕的开心 又联想起她刚才撤回的话 我心中隐隐猜到 许安然应当是与蒋少 达成了某种共识 没了我的劝阻 这一世许安然果然如愿以偿 只是 不知道这一世的结果 她能否承受呢 欲使其灭亡 必使其疯狂 许安然 就先活在你的美梦中吧 这样 摔下来的时候 才会更痛 许安然的一系列炫耀操作 没有打乱我的计划 中介给我发了好几套 合适的房源 下班之后 我带着爸妈实地考察了一番 最终敲定了一套 离世中心最近 安保最好的精装修小区 爸爸有些疑惑看向我 晚晚 我们这么快就搬吗 我慌慌慌爸爸的胳膊撒交道 对呀 家已经买好了 我不想再每天早早挤地铁了 爸爸点了点头 也是 不能委屈我的宝贝娘 就是老房子 毕竟住了那么多年了 搬走之前得大家吃一顿饭才好 出于礼数与人情事故 确实该同大家叙叙旧 但是我不想让许安然知道 我搬了新家 我故作难看像爸爸 爸爸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 你想呀 这些老邻居们 平时工作生活都很辛苦 如果告诉他们搬家的消息 他们到时候肯定又要处理 又要送搬家礼物 这不是无形中 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了吗 尤其是许叔叔 本来就没什么经济来源 这样的话他又要破费一地 不如就选择工作日 我安排一个搬家公司 先低调地搬过来 等到以后有机会 住了一年半载 再请大家聚一聚 也省了大家的人情往来 我知道爸爸的性格 最是与人为善 早就预判了他心中的想法 所以爸爸听到我的这顿解释 犹豫了一番 开始点了点头 晚晚说的也有道理 爸爸老了 爸爸听你的吧 许安然似乎是沉迷在了 金丝雀的生活里 朋友圈每天不重样晒着各种奢侈品 但是最近一周 他的朋友圈却是停更了 直到刚才 许安然给我发一条消息 晚晚 今晚八点相格里拉1302 有件开心的事想和你分享 你是我最好的姐妹 一定要来哦 而我借着人脉 安排在蒋绍身边的司机 也给我发来了最新消息 晚姐 最近几天 蒋绍一直带着七八个 富家公子哥出现在别墅 每次来别墅 许安然也在 我回了个OK的手势 给司机赚了笔酬劳 删掉了聊天记录 之后 切回到许安然的对话框 我不相信 许安然会真的只是 和我分享什么喜悦 从前我被她楚楚可怜的模样 迷惑住了 她其实最是善妒小心眼 对我也蛮是理由 见我看着窗外发呆 悠悠叹着小脑袋凑过来 晚姐 我知道你工作态度 一向最认真了 但是我上次和你提的这个瓜 我觉得有深挖的可能性 说完 悠悠将许安然 最近两个月的朋友圈截图 打印出来归了泪 晚姐你看 人体寿司的瓜传出来之后 许安然的朋友圈 就忽然奢侈高调起来 但是最近一周 她的朋友圈 却又忽然低调了许多 悠悠又递出了几张照片 而且 最近蒋少和圈里几个玩得 特别花的公子哥 频繁见面 我总觉得 这中间是有什么必然联系的 文言我挑了挑眉 这小姑娘倒是细心 就是可惜了 我的采访稿啊 完全按照青春与女人设写的 熬落我两个大业 万一人设崩塌 又要推翻重写 谁来心疼一下打工人呜 我敲着键盘 现在的小姑娘太好骗了 一个个地以为 遇上了真爱赶着往上扑 想起刚才许安然的邀约 我测过身看向埋头马子的悠悠 悠悠 我记得你加入A组之后 还没有做过独家 悠悠推了推滑到鼻尖的黑矿眼镜 可怜兮兮看向我 婉姐 我会努力的 你不要把我淘汰掉 说完她做了个发誓的手势 我单单笑了笑 我可没说要淘汰你哦 我伸出手 将悠悠的眼镜推回鼻梁 打起精神 你的第一个独家来了 上辈子 在我的调研会上 许多同事 听见了许安然对我泼的脏水 纷纷指责我不减点 只有跟我不到一年的悠悠 小小的身躯护在我父母面前 大家不要相信这种无凭无据的话 我们做新闻的人 最讲究真实性了 况且 婉姐平时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应该相信她 我的胳膊一沉 悠悠兴奋地抱着我的胳膊 将我的意识拉回现实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不辜负婉姐的 夜晚 我如期而至 刚抬手敲门 不过一声 许安然便立刻开了门 她穿了白色蕾丝小裙子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笼 却还是遮不住她红肿的眼眶 见我来了 许安然浅浅一笑 晚晚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说吧 她轻易握住我的手 像是怕我跑了 白裙子白脸淡大红唇 从前我会觉得她柔弱惹人脸 可现在化了心境 在看许安然这副样子 活脱脱像剑索命鬼 许安然定的是整筒套房 挥手极为阔绰 房间装饰的福利堂皇 水晶吊灯 搭配深红色的地毯 宛若城堡 更重要的是 空间很大 隔音性极好 我不动声色地抽回手 弄上毕生演技 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安然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和我分享 许安然不慌不忙 递了一杯红酒给我 既然是好消息 那当然得庆祝一下了 新红色的红酒 在高脚杯中晃动 荡漾出命运的涟漪 如同上辈子 许安然递给我的那杯毒酒一样 许安然端起自己的酒杯 轻轻碰了碰我的酒杯 冰死的恐惧与疼痛感 再一次涌上心头 我的手不自觉握成拳 许安然 重火一事 你还是欺而不舍地想要害我 我看着眼前的红酒 伸出手结果 许安然这才似乎放下心来 她站起身 不知道是不是醉了 端着酒杯跳起舞来 晚晚 看到我朋友圈晒的包没有 是蒋绍送我的 她还说 要再给我一个饮食具资源 你说 我是不是幸运 我复合班地点了点头 你确实很幸运 许安然而言停下五步 呼地凑近了我 她目光先是落在红酒杯上 见我喝了一半 放下了一些戒备 松拾起来 她轻飘飘说 其实没你幸运的 许安然这条裙子的领口很低 凑近我之后 露出胸口大片冲光 我一低头 便看到她身上细腻的烟巴和鞭痕 察觉到了我的视线 许安然却并没有遮掩伤口 你知道 讲哨给我的新资源 是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是什么 许安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是 三级片啊 笑着笑着 她的眼角落下泪来 我太傻了 我以为她真的爱我 可是她转手 把我送给了她的兄弟们 我现在被明码标价了 八百一晚 我都不如这个房间一晚便宜 右耳的隐藏耳机里 传来幽幽的尖锐报名 晚姐 怕不对劲 这个对话怎么越听越行 我不动声色 向后挪了挪 敲了敲耳机两下 这是没事的暗号 许安然还在自顾自说着 所以我才说 苏婉婉 也比我幸运 你父母好 学习资源好 轻轻松松 就可以到电视台工作 你一定觉得我很可怜吧 你每次对我好 是不是就是故意看我笑话 故意在我面前 炫耀你的优越感 你高高在上施舍我 你好伟大呀 你和你爸爸妈妈一样 一样伪善 我冷冷的一笑 许安然 从小到大 我没有对不起你 我的教材 我的笔记 从小我都和你分享 甚至爸爸给我包的补习班 我都带你一起去听 我成绩好 是因为我努力 我考上电视台 是因为我比试面试 都是第一 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你从不珍惜学习机会 只会上课偷偷打瞌睡 变着法子研究化妆 研究各种时尚发型 研究怎么早恋 许安然被戳到了痛处 她大声尖叫 借口都是借口 苏婉婉 你真的很蠢 无数次 我都想掐死你 你却还是傻傻地对我笑 关心我 你怎么可以演这么多年的戏 她的声音又忽然低了下来 网络鬼魅 不过 你放心 很快你就和我一样了 毕竟红酒都为地毯去了 我顺势符合 声音发虚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许安然猖狂大笑 凭什么你可以拥有美好的一切 我却只能做楼椅 别着急 很快 很快你就变成和我一样的人了 讲上说 让我把身边的好姐妹 介绍一些给她认识认识 好姐妹 我最好的姐妹是谁呢 是你呀 苏婉婉 放心 到时候我一定会和叔叔阿姨 好好解释解释 她们的宝贝女儿做了什么 希望到时候 她们老两口的身体 能扛得住 说完 许安然拿起手机 不知同什么人发送了消息 我忙敲击耳机 悠悠忙回复 收到完姐 一切都安排好了 很快 套房的门推开了 是蒋少和她的一众狐朋狗友 许安然脸上浮现出 诡异的幸福和满足感 然而笑容还没维持几秒 包房的门还没来得及关上 一排警察同志便推开门进来 她们出示警官证 接到举报 这里有人非法组织情色活动 涉嫌多人运动 许安然眼看要拖我下泥潭 怎么会错过这样好的机会 她忙冲到警察身前 又装作小白花的模样 警察叔叔 你们弄错了 我们是在谈工作 请你们先离开吧 我们不要浪费警力了 她狡辩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 这件一个瘦小猥琐的身影 从门外走来 但看清来人是谁 许安然再也演不下去了 许夫上前狠狠扇了 许安然一巴掌 不笑女 老子养你这么大 就是让你出来卖的吗 还骗老子说要嫁入豪门 警察同志 和闻生而来的吃瓜群众 忙上前分开他们 许安然这时似乎才意识到什么 她伸手指向我 是你 是你故意把我爸喊过来的 我无辜她的贪手 你说有好消息想和我分享 我想既然是好消息 许叔叔自然也该知道 许夫文言更加发狂 尽管警官有意保护在场人的隐私 但防不住许夫大闹 她拿出手机开始直播 之后又看向周围的人群 一把拉住站在最前面 看起来纯良无辜的悠悠 大妹子 你们这些热心群众 要为我女儿做主啊 现在互联网时代 我要曝光这些坏蛋 我女儿是受害者 他们都是有钱人 是社会的蛀虫 他们要赔钱 他们要狠狠赔钱 只有钱 才能抚平我们父女俩心灵上的伤透 许夫的直播被强制关闭 许安然以及蒋少一众富家子弟 都被带去了警察局 待众人散去后 又有马上前抱住我 婉姐你胆子太大了 我听了声音都吓死了 没想到你和许安然 还有这么多渊源 她真的是不是好人心 我的心跳得吐吐快 说不害怕是假的 许安然可恨 蒋天那些富家子弟同样可恨 重活一世 我希望他们都能付出代价 法律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审判 我向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 正值暑假 我顺带给爸爸妈妈 报了个四川半月游 悠悠的独家报道也做得很成功 她努力又坚守原则 未来可期 某天下午 我突然接到警察同志的电话 请问是苏安丸女士吗 我是 请问有什么事吗 在你们位于老巷口的房子里 今天上午发生一起命案 我的精神瞬间紧绷 看来蝴蝶效应会带来更多连锁反应 许安然杀害了她的父亲 警察同志通过楼道监控 基本还原了事情经过 许安然和许父发生争执 二人扭打到了楼道中 许父持刀追赶许安然 许安然却用偷配的钥匙 打开了我们家的门 我的后背不自觉地冒出冷汗 许安然远比我想的百地 她居然想让发狂的许父杀害我们一家 还好我们早就搬走了 扑了空的许父更加暴躁 生死之际 许安然掏出了藏在衣服中的小刀 发疯般刺向许父 现在 许安然已经被拘捕归案 证据确凿 处决之前 她想见我一面 思索再三 又或是总归要和前世的噩梦 做一个了结 我选择去了 一龙之隔 许安然面目猙獰地看向我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还好分手了 我认我倒是有些诧异 许安然居然也激起前世的事了 许安然死死盯着我 你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是不是 你明明是我最好的姐妹 从小到大 你帮了我那么多次 你原谅了我那么多次 为什么这次你不劝我 你不帮我 你这个自私鬼 看他这副模样 我摇了摇头 活了两世 他还是活不明白 因为你不会改的 你总有理由 把一切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一切都是你就游自取 许安然情绪激动起来 警察上前来 将他带了回去 从此以后 这个人 和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和纠葛了 回家的路上 我前所未有的轻快起来 折磨了我两世的梦魇 终于消失了 看了新闻 爸妈连夜坐车回来了 他们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 只是妈妈抱着我 止不住流眼泪 乖女儿 你受苦了 父母是最了解我的人 之前我的反常行为 再加上近日发生的事 他们似乎隐隐也推测出了一些 却也并没有再深问 我伸出手拥住妈妈 妈 没事了 一切都过去了 未来的日子 我要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认真工作 孝顺父母 我相信 一切都将是最好的安排